大家好,我是OKCOOL 然後我們這個專案是叫做PTT不能保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PTT這個平台 那它是個非盈利的站台 然後它永遠不會收集使用者的瀏覽資訊來販賣給廣告商 然後我們也不使用所謂的上門演算法 來提高使用者的黏著度 我們的城市都是Open Source 所以任何人在動的時間點可以培訓研究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PTT是一個學術中立的組織 那成員都是無極性的志工 所以我們在經營這個站台的時候 沒有背後進步的壓力 然後不會去篩選客廳立場的文章 那我們經營那麼多年來 我們碰到一些狀況,就是它們困難 那我們目前就是開發人力嚴重的部署 我們目前開發和維護這個站台的功能是只能一到兩位 那我們在想要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和站台的問題 就是在開發功能上 因為PBS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架構 然後我們壽星雲 域列的架構 然後有些東西開發會有一些困難 那再加上PBS的使用的介面和進入門檻 讓我們新的使用者越來越少 然後我們線上使用者的人數大量下降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PTT沒有一個官方的APD 使用者可能必須要去使用第三方的APD 然後提高自己在使用PBS上的這個站台的風險 那我們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希望能夠在GDP這個平台 然後向公眾的徵求人力 然後開發外方的APP 然後甚至是實作新的介面機器 然後V5的PBS上的系統 先天上的限制 那我們這一個專案其實已經很久了 我們2019年5月25日就已經在第一次提案 然後我們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在我們維持的每週二都會有線上進度的討論 然後我們每一兩個月會有一些屍體的會議 來大家面對面的討論 那我們目前已經離心去求 完成第一階段的開發架構 然後也已經完成VEMO的版本 那我們目前團隊的成員組成 由UI5SR團隊 然後還有後台 而Backend 中台 還有安卓和IOSAPP的開發團隊 那最後就是我們需要在場各位的人的幫忙 然後希望能夠在PTT最需要 大家勝出援手的時候 能夠來加入我們 我們目前需要GoPlan IOS 安卓 還有UI5SR方面的專家和協助 那如果你什麼以上都不會的話 也如果只是單純關係PTT的夥伴們 也很歡迎加入我們 那最後就是如果 也請大家到GDM的PTT這個頻道 來跟我們直接聯繫 好 謝謝大家